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80年代 当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日子 新来了一位男同事 他说明 二十几岁 和他工作或者和他聊天的时候 都不会觉得他和其他同事有什么分别 有一次和他闲谈的时候 发觉原来大家都对一些神秘灵异的奇闻 很有兴趣 谈得很投契 当问到他信不信世上有鬼的时候 他说当然信啦 因为他自己就亲眼见过 而且一直都见到 因为他是有阴阳眼的 阿明是我第一个遇到阴阳眼的人 我当然很好奇地问他 更多关于他阴阳眼见到鬼的详情 但是他又似乎不想多说 因为他觉得很多人不会信他 怕人说他吹水路灼 要么就说他是眼花 心理作用 甚至有精神病 于是我跟他说 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 因为我都常常灵魂出晓 都是不敢和人说 只是密密自己不断搜集灵魂出晓的资料 希望找到人死后是不是真的有灵魂的答案 阿明知道我都有这些灵异经验之后 他就对我放下了戒心 很多时还和我说他日常见到鬼的情况 有时和他聊聊一下 他突然神情有疑 小小声地和我说 这里走廊就有几只 我说走廊哪里 他说不要这么大声 他们听到的 他们就在走廊墙边近天花顶的位置 望着下来 我望向天花顶 当然见不到有任何东西 但是从阿明的神情看来 我相信他真的见到他所说的东西 当年我除了电视台一份政绩之外 也都有为一份周刊每星期写两个专栏 其中一个专栏 是专讲我自己真实遇到的奇人怪事 于是我就和阿明说 不如我和他做个访问 将他有阴阳眼的故事写出来 让多些人了解一下 他当初都多远距 经我多次游说之后 保证只是用化名不写他的真名 不会穿他的身份之后 他才答应 于是我就约他在一间餐厅里做一个正式的访问 在餐厅里 我和他面对面坐在一张二人桌上 我一边问他关于阴阳眼的问题 一边做不禄 开始无忌耐 他眼神望向我身后 向一个人点头打招呼 好像见到一个朋友那样 我正想回头望向后面 他小小声跟我说 不要望啊 我感到有些诡异 问他 是不是有一只 站在我后面啊 他点头示意是 我当时有点紧张 阿明说 我们继续吧 于是我们就扮无事 继续做访问 过了几分钟 我又问阿明 他还在吗 阿明又点头示意在 我终于忍不住好奇心 转头扮叫示意 然后望一望我身后面 完全见不到有人 当时我心想 那当然啦 如果我都见到有东西 那我就是 都有阴阳眼 之后我继续跟阿明做访问 但是全程就认住 好像有人在我身后面 望实那样 做完那个访问之后 阿明说 那只鬼是男鬼来的 他听到我们讲阴阳眼 所以就好奇走过来 看看我们搞什么 他没多久就走了 叫我不用怕 其实我并没有害怕 而是有点紧张 紧张想着 好不好即时 透过阿明 访问他见到的这只鬼 不过阿明都说过 当见到鬼的时候 最好不要骚扰他们 当看不到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 那些鬼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和会对你做出什么动作 所以当时我最终都没有向阿明提出 和那只鬼做访问的要求 如果当时成功的话 可能会成为香港第一个 访问鬼魂的文章都不定 之后我将阿明有阴阳眼的访问 在专栏那里写了出来 可惜因为年代九远 现在已经找不回这篇文章 内容大致都是说 阿明从少年开始已经见到一些很古怪 但是又不出声的人 他以为人人都会见到 所以不以为意 到他大过了些 他才知道因为他天生有阴阳眼 他见到的这些古怪的人 其实是鬼来的其他人是见不到的 但是因为他已经见惯了 所以他已经不怕他们 觉得很平常 他形容他见到的鬼 大多数都是灰暗色 而且很少见到他们有脚 而且周围都有 基本上有人的地方就有了 并非好像坊间以为 那些鬼只是集中在一些猛鬼的地方 或者在一些坟墙阴森的地方 那些鬼大多数都没有恶意的 所以他们大多数都会靠近墙边 以免遇到人 他们也都喜欢飘上天花顶 向下看着那些人 难道古人说 矩头三尺有神明 那些神明就是指他们 我亦有问过阿明 有没有怀疑过他见到的只是幻觉 他坚信不是幻觉 因为他完全是在意识很清醒 甚至日光日白正常情况之下见到的 我问他有没有试过找同样有阴阳眼的人 在同一地方看下 如果大家都见到同一样东西 那便证明到他们见到的鬼 很可能是客观存在的 阿明说 其实他都试过 和另一位声称有阴阳眼的人 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实验 结果是大家在同一地方都见到有鬼 但是大家见到的鬼的位置和样貌都不同 并非同一只鬼 于是得出的结论是 可能不同的鬼是有不同的频率 他们两个接收鬼的频率不同 所以见到不同的鬼 这个说法也是坊间灵异界经常说的其中一个假说 阿明的阴阳眼经验 令我对鬼魂现象更加好奇 更加想到如果叫他看着我睡觉 那当我灵魂出晓的时候 他又会不会见到我的灵魂 在我身体那里飘出来呢 可惜阿明后来转了工 之后我就没有跟他联络了 所以也没有机会做到这个 阴阳眼看着灵魂出晓的实验 坊间对阴阳眼的说法 在不同宗教 特别是东方宗教 都有提及一些圣者可以透过修炼 就可以开通天眼 可以看到一些平常人看不到的事物 包括见到一些灵体的人物 这些灵体通常都是鬼 而鬼就是指人死了之后灵魂的显异 在一些民间信仰里面 阴阳眼是可以先天的 好像阿明那样 也都可以是后天的 例如可以请一些有导恨的高人 和一个平常人开阴眼就可以令到他见到鬼 而坊间的落荣农场 以至一些灵界KOL 更提出一个假说 说人脑里面的虫果体就是开天眼 或者是开启阴阳眼的关键器官 只要打开虫果体的特别功能 就可以看到另一个维度的世界 包括鬼魂的世界 而坊间也传出不少例子 有人因为开了阴眼 看到一些不想见到的影像 但是已经翻不到转头 心理学界以至精神医学界 都已经可以找到不同原因的解释 而当中好像阿明那样 声称天生有阴阳眼的情况 也都有一个医学名词去描述的 究竟阴阳眼在科学角度 又是怎样解释的呢 阴阳眼的人见到的鬼 究竟又是什么来的呢 想知道答案的话 就请继续留意下一集的 《禅非解密之见鬼科学解释》系列 《禅非解密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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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非解密是香港罕友以講解神秘現象 再加科學及理性解密分析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節目的話 請繼續支持善非解密的製作 除了like and share本頻道節目之外 更加歡迎加入善非解密Patreon 每月只是請小弟喝一杯奶茶的小費 就可以看Patreon每月讀響的各種私密彩蛋短片 以及讀響每集節目的純聲音檔 隨時隨地收聽善非解密的節目 有你們的支持就有善非解密 字幕志愿者 音樂